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特别的兴奋 因为有这个很难得的这个机会 我说难得呢 就是说我现在是每一天都算 每一天都要算 要算 一天过去 一天过去 那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大家也许有听过 说现在一般来说平均这个人寿啊 人寿这个说这个男人啊 平均七十岁 就是长命 这个人寿的这个长命 平均来说是七十岁 那我现在是七十多岁了 那七十多岁 所以这样的话就超过了那个平均的那个那个率 那超过了就什么意思呢 超过就是好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一个bonus 都是这个bonus 就 所以要准备 随时都可以过去了 所以我就算着每一天 每一天要算 是一个bonus的日子 所以我才说这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今天我还活着 活着了 还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神话 那今天我觉得很 那个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高兴 因为要把这个很难得的机会 来和大家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要开始之前 我要先请大家和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好吧 主要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还能活着这么一天 那活着这么一天 就要把这么一天奉给你 来对你 就来服务 服务做你的仆人 做你的奴役 所以请你 请你 请你就是说 接纳我的心愿 请你给我这个 引导 就是说 我要所讲的 要所分享的 一定要把你的恩典 一定要把你的恩典送出去 给大家收听的 收看的 能够得到你的恩典 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请请你的圣灵 请你的圣灵 跟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相信 相信主基督 相信上帝的恩典 这样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 再说 就要 别忘了 要和大家提醒说 在圣经里面 有一段话 马太不应 第四章 第四节 说 我们这个人 生活 不能只靠这个食物 不能只靠我们所吃的 因为这个食物 我们所吃的是 要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对我们身体的营养 对我们身体的强壮有关系 可是别忘了 还有一种食物 就是心灵里面的 心灵方面的食物 那 心灵方面的食物 是 是什么呢 心灵方面的食物 是 圣经里面的教训 每一句 每一经 从圣经里面的 都是 神所给我们那个感动 给那个 服务 给一些神的仆人 写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 我们相信说 圣经里面 每一句 都是 神的感动 都是神的话 所以 这样的话 是 非常的有价值 神所说的 一切都是 真的 我们生活上 不能缺少 我们每天是吃了这个食物 吃了饭菜 可是 我们也不能复裂 不能复裂了我们这个心灵所需要的食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话 就是 好比 就 给你们这个心灵的食物 使你们 会得到神的祝福 是 这样 所以 别忘了 如果你们有了圣经 把那个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记住 好 这样 那 今天 我非常的高兴 能够 能够 有这个机会 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 题目啊 这个 题目啊 这个 题目就说 如果 我们相信 如果 我们相信 神是真的 这样的话 天国 就毕竟 好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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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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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 毕竟 当 你相信 相信 相信 神是真的 和活着 这是 非常的 重要 神一定要 要 在 我们 生命之中 在 我们 生活之中 是要 真的 这个 真的 这个 真的 和活着 我们 没有敬拜 那个 死掉的神 我们 是敬拜 这个 有 活着的神 就是 这样 那 神 也是 真的 所以 今天 要 来 证明 好多 好多 啊 那个 证明 的 那个 要点 今天 我 在 研究 当中 全 一般 有 总共 有 三十二个 三十一条 啊 要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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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神是 真的 活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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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的意识意义就是说 这个是表达神是真的 是这样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敬拜神 要敬拜那个活的神 还有就是说敬拜神 活的神 我们就能够和他联络 能够和他谈话 大家也许你们有一些 是还不明白 还不清楚说 和神谈话 和神联络是怎样呢 和神谈话联络就是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就好像和朋友说话一样 就有什么内心里面 有什么事情啊 就要讲和告诉神 是这样就好像神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样我们就做祷告 那不做祷告了 以后我们要把圣经打开 来看看 读圣经就等于神和我们联络 那祷告是我们和神联络 读圣经是神和我们联络 这样 所以不能不能重一点就缺一点 就两者一定要同行 就是说祷告 然后就读圣经 读圣经就可以听到神的和我们的联络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我们知道如果神是创造主 神是真的 神是活的 那神是可以做出一些奇迹 做出一些我们不常见的 做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 这些都是奇迹 就是说一些是好像我们都没有经验过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对神来说是可能的 所以如果神是真的 神是创造者 神是活的 那神是可以做奇迹 这样再看下去 那当我们说 这已经说过 那证明神是真的和活着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说 那你说有神 有了神怎么看不到 怎么看不到神 神你怎么说神是活着 你怎么可以说神是真的呢 我要给你证明一下 虽然看不到神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那个知觉到 可是有好多方面 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 虽然神是看不到 可是神是真的有 是这样 第一点 从所看到的 引导 引导所 我所看不到的 第二点是虽然看不到 却有其事 我先 还有第三点 从被创造者 引导到创造主 是这样 第五点 第二三四 第四点 每一件都有其来源 我今天 我今天一共有三十二点 当然我和你们说了 今天是一部分 我会详细 可是没办法全部 把三十二点都详细的 给你们讲解 下一次星期五 星期五我们从四点到六点 要跟你们详细的讲解 每一题 每一条 给你们讲解 好 再看下去 那 第五点 每一件都有其目的 第六点 每一件都有事先计划安排 都有事先计划安排 第七点 显示着艺术家的眼光 第八点 在每一件都显示着 造主的智慧 第九点 这样你看出伟大的 多知多能隐藏着 第十点 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这些都是证明神是真的 第四一点 从主基督那里看到神 从主基督那里看到神 你们现在可以看了好多好多 我还有下面 还有看下去 第四二点 奇迹里看到神 奇迹里看到神 第四三点 灵感的启示 灵感的启示 这也是表示神 是真的 神有存在 神是活着 第四点 自然里有规律 和成 和成 自然里有规律和成 第四五点 伟大无条件的爱 第四六点 在主基督看到神 第四七点 当自己觉得软弱时 会看到神 第四八点 当你寻找神 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寻找 才能够找到 如果你心里没有想寻找的 那你绝对不会找到神的 第四九点 在别人那里看到神 在别人那里看到神 好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第二十点 从因果的情况看到神 第二十一点 从考古学的发现看到神 第二十二点 按照神的承诺 按照神的承诺 第二十三点 看到神在他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 第二十四点 自然界的生活状况 第二十五点 从善恶里看到神 第二十六点 第二十六点 在十字架上看到神 第二十七点 从圣经里看到神 第二十八点 人类不知道的 人类不知道的就是愚蠢了 人类是愚蠢了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第二十九点 在紧急的情况之下 看到神 第三十点 从个人的经验看到神 第三十一点 又广大又奇妙的天体 第三十二点 上千成万的人 相信上帝是真的 这些三十二点 都是证明表示 神是说神是真的 神是活的事件 那我们再看下去 就是说 好 先跟你们讨论 几点 第一点 从所看到的 引导所看不到的 这个 很多人都说 神是看不见的 看不到的 那怎么说 神是真的呢 怎么说是 有神存在呢 怎么说 神是活着呢 可是 你们要 停下来 想一想 想一想说 我们 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看不到的 可是呢 有其实 有真的有 那件事 请做 我有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很简单 很简单 就说 当我们 到了 到了 森林里面去 到了森林里面去 我们 偶然的 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脚啊 这个脚印啊 脚印 看到脚印 就看到这个 这个什么叫什么 动物啊 不管是哪一个动物 不管是老虎啊 不管是 是那个 狮子啊 不管是 大象啊 不管是这个 这个 不管哪一个动物 如果你看到脚印 那你就 把你就 吓坏了 吓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心中 就知道说 哎 这个是老虎的脚印啊 这个是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狮子的脚印啊 这个是 大象的脚印啊 就把你吓坏了 吓坏就说 你就 很自然的 你就相信了 相信说 看到了脚印 大概 真的 那个 什么 熊啊 什么 都在这附近了 因为 角 看到脚印 尤其 尤其脚印 那个 刚刚踩到 那个 泥土啊 你可以看到 那个 是很 很新鲜的脚印啊 你就 吓坏了 因为 你知道说 这个动物 是在附近 在不远 那 都很怕 都很怕 所以你 虽然没有看到 亲眼看到 这 这只动物 可是你看到 它的脚印 你就知道 它的存在 那 和这个 神方面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 没看到 神 可是 神 是有存在的 你看到 神的 那个 所创造的 一些 那个 那个 你看到 旧然 天然里面 旧然里面 种种 很多事情 你看了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有 创造主 创造主 创造的 所以 虽然是 没有亲眼看到 神 可是呢 你也 就会 推测 说 神的存在 这也可以证明了 你不需要 真正的 亲眼的 肉眼的 看到神 你 也会 相信 因为 你看到 很多 旧然界的 东西 你就相信 说 神的 存在 所以 这是第一点 那 还有呢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 让大家来看第二点 当我要到第二点之前 我还要 看了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还有一点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我们 虽看不到 却有歧视 就是说第二点 虽看不到 却有歧视 那 这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可是 有没有歧视呢 当然会有很多 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过去 那个 过去 那个小小的 维生物 小小的细菌 我们肉眼是 看不到的 可是 有没有 这回事呢 当然 后来 后来 创造了 那个 维生物的 那个 照 照 照眼镜 眼镜 就可以看到了 从那个 那个 望眼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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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的眼镜 看到 叫做 microscope 看到了 看到很多 那个 细菌 啊 生物了 所以 我们就 眼虽然 看不到的 可是 是有 没有 歧视呢 当然 是有了 还有 另外一个 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 在这个 暗暗的 房子 在这个 黑暗的 房子 那 你说 你看不到 这位朋友 那 看不到 这位朋友 可是呢 可是他 有没有 存在呢 他在这个 黑暗里面 因为你们 大家都在黑暗里面 的房子 那 彼此都 看不到 可是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存在呢 当然 有了 虽然是 看不到 因为是 黑暗的 所以 这个 看不到的 也 并不能说 没有 存在 虽然 看不到 可是 有其 有其 存在的 那 在圣经里面 所 说的 就说 我们 看不到 神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是说 罪恶啊 罪恶是 把我们 把我们 挡住了 罪恶 不能和 那个 神的 光荣啊 存在啊 就说 神在 什么地方 罪恶 就不能 就不能 存在 那 好比 那个 光和 那个 暗 有哪一个地方 有了光线 那 黑暗就 没有了 那 有 黑暗 就表示说 没有光线 所以 这个答案 就说 虽然 看不到 神 可是 神 是真的 神是 有的 事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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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 这个 解释 希望 你们能够 了解 也希望 你们能够 相信 因为 那个 那个 还有 我就常常 想到 那个蚂蚁 一只 小小的 蚂蚁 在我们 这个脚边 我们 他说 我们也 不知觉 这个 好比说 蚂蚁 和这个人类 那 我们 就 跟神 来比的话 我们就 绝不能 比了 神 那么伟大 所以 我们就 像蚂蚁一样 不知道 不知觉 神的 存在 可是 神 有 存在 是这样 让我们 在 再来 看下去 再来 看下去 好 这个 黑暗 看不到 人的 面 罪恶 看不到 神的 面 是这样 好 这个 神是 真的 真的 有 这么 一个 神 那 你 相信吗 一般的人 做一个 结论 说 凡是 凡是 看不到 看不到的 就不是 真的 凡是 看不到的 就不会 有存在 如果 这样 做结论的话 那就 不对了 其为 如果把两个人 因为 如果把两个人 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 他们 他们 怎么样 彼此 看不到 看不到 各人的存在 看不到 每一个人的存在 就算 没有 存在了 黑暗 把大家 把大家 看不到 使大家 看不到 却不能 否认 他们 的存在 罪恶 使我们 看不到 神 也不能 否认 神的 存在 好 再看 下去 那 第三 第三条 第三条 叫说 从 被 创者 推 引导 创造主 就说 比方 用这张 椅子来说 这张椅子 是由 这个 由这个 木匠 来 来 做的 那 木匠 我们 看到 木匠 木匠吗 没有 我们 只看到 这张 椅子 那 这张 椅子 不过 我们 就 知道 也可以 推测 说 这张椅子 是由 木匠 来 做的 由木匠 来完成的 就好像 主 创造主 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 看不到 创造主 可是 我们 看到 他 所 创造的 东西 所以 我们 就 很容易 的 就可以 推测 推测 说 有 这么 一个 创造主 所以我们 说 神是 真的 是 有 生命的 是 活着的 是这样 好 在 这个地球 也是一样 地球 也是一样 很多 很多 这个 这个 我们 所 所 不能了解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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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 没有 看到 神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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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的 这个 只要靠 我们 相信 只要靠 相信 从这些 从这些 条件 从这些 真 条 几条 几条的 证明 也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能使你们 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神啊 这个神的 事情啊 是心里面 的事情 心里就说 你 还有就说 你 做选择的 事情 你这个 我们 罪人啊 罪的人 我们 有罪 就好像 好像一个 一个 喝了酒 喝了酒 醉酒了 醉酒了 我们有时候 清醒 有时候 不清醒 不清醒的时候 我们就 不讲理 不讲理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会清醒 希望大家 不再 喝酒的 那种 情况 因为 清醒的时候 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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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理 清醒的时候 才能够 讲理 虽然我 当然 今天 我是没有办法 把 三十二条 的 证据 来证明 给你证明 可是 下一次 我就要 继续 给你证明 说神是真的 可是 最主要的 就是 像圣经 那么说 就在 你们的心里 我们 大家 都是 有了 罪恶 在心里面 有了 罪恶 在我们的 血统里面 这些 罪恶 就等于 麻醉 麻醉了我们的思想 麻醉了我们的看法 麻醉了我们的心 使我们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做这一个决定 使我们 没有办法 接受 这个圣经里面 所 所讲的 所以 上帝 给这个主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就 就要 给大家 显示了 他的 显示 上帝 显示神 我们 看到主基督 就等于 看到天父 天父 是 用 各种的方面 要 要 要 使我们 回悟 使我们 清醒 因为 我们 每一个人 都 好比 是 给这个小偷 好比 给这个小偷 从 那个 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 大概会 有听过 听过就是 小孩子 小孩子 婴儿 婴儿 在医院里面 都有 那个小偷 去偷了 偷走了 那么 我们 这个人类 整个人类 就 好比 被 这个 魔鬼 偷走了 偷走了 我们 从小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我们 真正的父母 是谁 我们 都不知道说 上帝 是我们的 创造主 我们 只知道 是 魔鬼 是 撒旦 是我们的父 就在圣经里面 有说 说 撒旦现在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 在这个 撒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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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出生 在这个 环境 生长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认识神 我们真正的 主 所以我们把这个 撒旦就当我们的父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神就 不得不把他 那个 独生者 主基督 来 在这个 世界上 来 用各种的方法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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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 证明说 这个 我们 真正的父 是上帝 所以 要用各种的方法 来 来 来 使我们 信心 使我们 放心 这样的话 我们 就能够得到 永生 我们 就 能够 回到 天国去 所以 大家 当然 有 很多 很多 很多人 都 对这个 神的 表示 都没有 兴趣 对这个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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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个 世界上 是这个 最 最 最好过的 总 忘记了 我们 生 生命 很 短俗 生命很 短俗 就是说 死掉了 每一个人都 要死掉了 那 我们 就 好像 说 对这个 前面 我们这个前面 我们这个 暂时的 事情 我们都很 很喜欢 可是我们都忘记了 说 我们 在多久 不久 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要死去了 那 神 他是 创造主 他是 知道 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 所以 他要 他是 创造主 创造人类的 他 以他的爱 是 创造人类出来 他 他就 不 他就 不希望 人类 会 灭亡 所以 他 要想 种种的方法 要把 人类 救出来 从这个魔鬼的 这个 罪恶 救出来 救出来 就是 神所谓 神的 救赎 所以 要 大家 清楚 明白 说 这个 神是真的 神是活着的 神是要大家 到天国 神是要大家 获得 这个 永生的 要大家 快快乐乐的 在天国 不是 不是 像我们现在 辛辛苦苦的 这个生活 不是 神的 愿意 不是 神的 当初的 安排 所以 我 下次 我要 跟大家 进一步的 很详细的 很多很多的 那个 证明 说 神是真的 可是呢 不管怎样 如果 你们 不 你们对神 没有兴趣的话 不管我 用了 什么 条件 不管我 给出了 多少的 证明 也没有办法 获得你的 心 最主要的 你要问 自己说 你在这个 世界上的 生活 是好过吗 你 希望能够 有 这个 永生的 生命吗 希望 有那个 天国的 的 生活吗 不 不像在这个 地球上 我们现在 很苦啊 这个 这个 身体的健康 这个 很多 病啊 很多疾病啊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 如果你 希望 要有 重生 的生命 要有 复生 要有 永生的生命 的话 那你就要 把这个 神 圣经里面 的生活 就要 就要 感到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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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所以 下去 我再跟大家 分享 这个 这个 证明 说 神是真的 神是 活着的 希望 大家 能够 相信 希望 大家 能够 有 有 興趣 如果 你们有朋友 興趣的话 请大家 来 收看 下次 星期五 从 加州的时间 四点 开始 这样 我今天 和大家 分享 到此 为止 所以 在 我们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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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之前 请大家 跟我 做一个 简短的 祷告 主要 今天 虽然 时间是 很短 可是 我很 高兴的 为你服务 要 要 大家 相信你的 存在 你是活着 你是真的 真的有 这么 神 请大家 能够相信 敬拜 神是真的 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Amen